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首次自然繁殖诞生 并收到巨大爱戴的熊猫福宝 今天将返回中国了 爱宝乐园为了福宝的粉丝们 在当天上午10点40分到11点 进行了20分钟的福宝送别活动 在运输车辆即将进入一般道路之前的玫瑰园 保育员江年爷和宋年爷 朗读了写给福宝粉丝们的感谢信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爱护 并请大家永远记住 即将前往寻找新生活的福宝 多亏了粉丝们的爱护 福宝才能顺利成长 感谢大家在过去1354天内 与福宝共度的幸福和美好时光 而在爱宝乐园进行的福宝送别活动当天 尽管天气恶劣 仍有许多粉丝到场 表达了对福宝的不舍和支持 之后抵达仁川机场的福宝 登上中国提供的包机前往中国了 从爱宝乐园出发到 抵达中国卧龙基地的整个过程 江年爷将亲自陪同协助福宝安定下来 江年爷计划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 一起搭乘包机 协助福宝的转移后再返回韩国 据了解 江年爷就在前一天经历了母亲的去世 但还是决定按语言计划 陪伴福宝前往中国 福宝是在2020年7月20号 新冠疫情期间诞生 作为带来幸福的宝贝 福宝一直为许多韩国人 带来了快乐乐趣 回忆和感动 福宝离开 老天也哭了 爷爷应该很悲伤吧 连母亲也去世了 会永远记得的 再见了福宝 要幸福 谢谢你 福宝啊 会记得吧 爷爷们是这样用爱来养育你的 保育员们真的就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 这次的离别特别让人感到悲伤呢 福宝 在中国也要吃很多美味的竹子 在有桶花田里玩耍 要幸福的生活 爷爷阿姨叔叔们看到这样的你一定会笑得很开心的 福宝啊 好好走吧 因为你我们都很幸福了 你也要一生都幸福 公主啊 希望以后不管年纪多大 都能来韩国看看 在那之前一定要保持健康和幸福 我们爱你 福宝 可以让你保持健康和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